万宝龙赞助人系列 及万宝龙从1992年开始的 每年发行的一个限定款式 大部分是采用活塞机构 而且每年采用不同的一个主题设计 以推广文化艺术的机认 并且在后期推出了888 以及更高的一个限定 盖尤斯·美森纳斯是古罗马帝国人 政治家艺术家 也是最早期的艺术赞助人之一 万宝龙于2001年推出 美森纳斯限定 这是一只4810制限定的美森纳斯 普通的4810款的盒子比较大 但是不会很夸张 重量比较沉 包含一个纸盒基本册子 以及一个烤漆的一个木盒 表面的纸盒上面印刷是古罗马石柱 小册子的内容很丰富 关于美森纳斯赞助人系列的 一些详细的一个介绍 而且烤漆的木盒做工也比较精细 木盒表面是有一些印花 在侧面是有一个金属名牌 上面打有限定号 打开盒子内侧 带有一个绒布包裹的一个保护层 整笔重量超过了80克 笔帽部分是采用了一个银材料 在笔帽表面是带有一些磨砂的效果 但是磨砂层相当薄 如果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梅森纳斯 或者是轻微用插一幕插一下的话 笔帽会变得比较光面一些 在笔帽上 捐刻有赫达斯所著的一个颂格 但是在万宝龙的手册里头 这不像说明是 这部分说明有一点错 说明里写的是荷马所著的一个颂格 但是荷马是古希腊人 比梅森纳斯还要找了7个世界 同时光比帽的一个重量是超过了45克 甚至比大一帽子的狄更斯整笔都还要重 一帽子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CO 另外一个是CU 注意看上面的一个文字区别 官方正是因为不同的一个手写 抄写版本产生的一个区别 但是其实就和当初 大小中码的事件一样 就体现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赞助人和文豪的设计 并不算特别严谨 第二个是 赞助人和文豪的生产时间跨度是相当长 并且有足够的时间 在发售后进行一个修正 笔夹的造型是一把罗马的短剑 它其中剑柄和护手是采用一个镀金色 而剑身是采用的一个银色 短剑的设计其实比较简约 但是它体现的比较立体 在顶部是一块 大块的一个六角形的小白花 在侧面的装饰环上 有一些桂冠的一个花纹 笔杆的外形是仿的古罗马石柱 表面是负一层大理石纹的一个漆 类似于石膏的颜色 更偏向于一个乳胶系的一个手感 实际上这柱石本来是多利克的一个柱石 笔杆上有约20岛槽 加上直径和长度的一个比例 显得恐怖有力 但是多利克柱石的一个凹槽 会更尖锐一些 梅塞纳斯在笔杆上做一个小的 一个圆滑的处理 在倒角书架的一个小平台 当然如果能把柱子的一个卷杀做出来 从笔卧到笔尾 有更明显的一个从输到细的一个变化 并且带一点向外突出的一个曲线 那就会更有一个味道 当然可能这工艺 对于一个4810制的赞助人要求 可能有点过分了 笔杆与笔尾 大理石这种过渡的一个部分 采用一个类似于成羹的花纹 它有一个学名叫Broken Streets Minder这样的一个纹样 并且带有一个立体的效果 尾巴是一大块的一个光面的火彩结构 尾巴的最尾端是 纺制的一个古罗马前臂 上面印有梅塞纳斯的一个头像 梅塞纳斯的笔尖为18K的一个金件 外表上有一层度老层 这个MMXI这个罗马数字就是2011 由于罗马数字不存在0所以像这个M 就是1000XI 就是11 当然不得不拿迪根斯作为一个对比 以前做过一期迪根斯的视频 可以参考第36期 迪根斯是2001年的一个文豪系列 与梅塞纳斯相差了10年 迪根斯代表性的一个大一帽子 其实分量并不算很大 甚至就和普通尿468的笔毛差不多 但是表面的它的花纹 更有一种柱子的感觉 并且在顶部的装饰 更像有一个珠帽 同时它的凹槽啊 这些更显得坚硬一些 而梅塞纳斯的帽子就是 真菜实料的大一帽 重量层用料足细节也比较精细 同时梅塞纳斯在笔身啊 尾巴上呀 这些都有很精细的设计 比素色的迪根斯在这部分要华丽很多 所以赞助人更高的一个定位 对细节还是有一些更多的一个要求 总的来说 梅塞纳斯的设计很独特 同时没有一个明显的缺险 当然这个重量作为日常使用的 大量书写的笔来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它材料的问题 还有颜色的问题 就比较不耐脏 鼻窝啊 鼻尾啊 这些光面的部分容易有毛痕 而且鼻杆白漆在时间比较长的话 会轻微有一点变色 大面积的银材料使用 比如说鼻帽啊 尾巴这些部分容易产生氧化 但是如果氧化得当的话 颜值还是不错的 赞助人这些系列的限定款 本身数量并不多 缺乏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测试试验 而且大部分鼻杆 以及装饰材料是采用鼻众比较大 而且比较坚硬的一些金属材料 所以在部分款的连接的接口处 特别是塑料部件 小文铁不少 少部分早中期的一些赞助人 容易在笔杆的内侧 这些塑料桶上发生一个断裂 或者在金属的笔握处 发生一些轻微的一个圣磨 在各家厂商 以科技以换口为主 今天还在笔杆上做创新的是值得肯定的 虽然不一定每年的文豪赞助人 或者著名人物系列的颜值都被肯定 但是敢于尝试的先去 总是值得尊敬的 不过这几年 赞助人在材料上有明显的缩水 4810款型基本上在笔杆上 是看不到贵金属了 而且随着这几年 部分文豪款型的一些强势 赞助人系列就略微有点冷门了 此外还有个题外话 如果价格接近的话 赞助人和高配文豪 屏幕前的观众 你会选择哪一个 如果是文豪可以打1 赞助人可以打2 感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